今天的北京什么时候呢 大约什么时间 节点坠落呀 就是今天晚上四点今天晚上四一点这个区间我那个撤离 咱们就确实官方知道这个事啊 知道吗 各位居民请注意 根据上级工作安排 请大家于9月24日14时间有序撤离完毕 撤离过程中请注意防寒暴门 交通安全 造成不必进行谅解 就这玩意 就这玩意 看到了 这不行 下来了 没了没了 没了没了没了 掉了掉了 还有一个 那个也是 那也是 那也是 这个这个狠 这个狠 还要进去哪里 这没成熟 下来了 让咱们几个看上了 很荣幸的 没白来了 你看着吗 看着了看着了 这尾巴看不着 尾巴看着了 这尾巴能看出来 看着了 哇这路咱们这了下来了下来了 下来了 就我们这了 这个还有一个 下来了 这回头 免着 后面还有一个呢 三个 这这还有一个 三个三个 这个狠 还来一个 就来一个呢 这四个了吗 这是第四个 也第二个 你那第二帽子老狠了那个 你看 这是第三个 这是第四个 这个狠 下来了 这四个 下来了下来了 完了没了 完了这也没了 这两个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这盐这么大 盐 这盐 嗯 还 好 一个 这 我们这 老远了 我们这 好运不了 还有两个 没 下来了 这个不远 这个不远 下来了 下来了 这里是第四个 好好冒烟的,看这个鸭 这鸭老大了是吗? 那个红点,看到吗? 这个不清楚 这个老大了,这个冒烟的 鸭在那上面 这挺远的 不是我们这儿老远的,这远 我这刚要睡觉 我刚听了一下大门那会儿 两声半个小时之前,哐当哐当的 会被谁敲一下大门呢 他们不说什么卫星残骸落下来吗? 反正我知道今天晚上的月亮 格外的 红 自从那两声爆炸之后 我听我们这村这个狗 他就是根本就是 叫声没停过,不知道咋回事 这里是西非国家 几内亚,由中国援助的 一亿一千六百万斤大米 也就是五万八千吨大米 安全抵达该国首都 克纳克里 由于是带装大米 需要人工搬运 卸货速度比较慢 按照每辆半括车 和装载三十吨货物计算 大概需要 2200辆半括车 才能完成运输任务 2200辆半括车 和尾相连 长度可达20公里 我的爱为你 是 有些人工智能 是 有些人工智能 都要是 有些人工智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嗯 给搬了加肥房间 油肝了 我去求求你找工作和修路不 我真没办法 他不想办法信任我 他有人 黄渤求你啊 黄渤也没完蛋啊 我也不想麻烦你啊 著名演员黄渤在青岛拍戏 被求给个工作 9月23日 出生成长女 山东青岛的黄渤回青岛录制节目 被当地人拦住求帮助警号找个工作 我要向你求求 你能不能帮我找个工作 我真没办法了 救救我 黄渤一时间无所适从 一脸尴尬 忙倒退着走向汽车离开 我什么情况 都在捡钱是没脏 这是这些年是没脏 谁的钱啊 不是谁的钱啊 我说 那谁的钱还给钱 那你们也不能瞎捡啊 我说 近日 中共驻日本领事馆 于山东青岛国际贸易中心 在日本名古屋举办时尚商品展览会 来自青岛及其他省市的一些 时尚品制造企业到场参展 但是 展览会首日即出现冷场情形 遭遇尴尬 开展第一天 当地华人发现 展览会整个会场冷冷清清 只能看到参加展览的企业的商品和工作人员 参观的客人却非常稀少 9月24日 居住在名古屋当地的华裔女士杨彩英 对新唐人表示 她当天早上就去那发传单 发现没有几个人 里面冷冷清清 她说 吓了一跳 没想到 完全没有人 她介绍 自己很早就到了 但是站在那几个小时 没看到几个人进去 我估计二十多个人吧 到现在 她表示 她还看到那些参展的商品和衣服 就像是中国的小商品市场 质量堪忧 她对新唐人表示 她曾经和当地的日本人聊天 理解到 日本民众对中国产的食品和商品都不放心 尤其是食品 担心安全问题 她介绍 好几年之前 在日本经常看到标有中国制造的商品 近些年看到的越来越少了 她说 日本人不喜欢买中国大陆生产的商品了 杨女士还谈到 当下很多日本民众都在谈论 这次深圳日本男孩被杀的事件 日本民众很关心这件事 感到中国大陆很恐怖 很不安全